大家好,我是他道哥哥 今天咱们书接上回继续聊七国时代的故事 友情提示,本期内容人名众多 对此有顾虑的朋友,在此便可止步了 历史上最不缺的就是人 最不需要的就是小帅和小美 在爱丁顿战役之后 画师为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 创作了一幅记录战士的壁画 但是阿尔弗雷德对此不甚满意 表示在画中没有体现出上帝 这让我在统一意识形态宣传方面显得很被动 于是命起加紧修改 随后,国王召开了贤人会议 贤人会议是昂格鲁萨克逊时期 英格兰的一个重要政治机构 参会者顾名思义,那必然得是贤者 包括国王的近臣,王族宠幸和地方长官等 在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 乌特雷德动辄就在贤人会议上闹事 该说的不该说的,他都说 这是因为这时期的贤人会议 国王自己一个人说的不算 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 是在十一世纪后期才拥有的 这会儿还略早 这也就很好的解释了 为什么在今天的视频中 诸位随后将会看到 各位贵族领主疯狂觐见 国王小心翼翼的从中周旋 即便是强入阿尔弗雷德大地 现在也不得不小心提防 他的多疑很多时候在大家眼中 看起来似乎没有必要 然而事实上他只得如此 因为稍微一个不留神 他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在这次的闲者时间中主要讨论的议题是 威赛克斯虽然是保住了 但是我们不能止步于此 咱们的近邻现在正被另一伙丹麦人肆无忌惮地欺压 长辞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必须要让他们明白清算的日子就要到了 这个时候本期历史故事的主线内容就浮现出来了 先来看地图阿尔弗雷德此时准备对丹麦区动手了 目前被丹麦人控制的领地主要有东安格利亚王国 以及被一分为二的麦西亚王国 和同样遭此境遇的诺森布里亚王国 东安格利亚王国好说 这里是格鲁姆的老巢 现在已经被阿尔弗雷德忽悠地信了上帝 所以目前没有闹出太大动静 于是阿尔弗雷德决定拿麦西亚开刀 现在在麦西亚盛世的人 主要是一伙由齐格弗里德和埃里克兄弟俩所率领的丹麦人 这些人被称作Northman Northman指的是古斯堪迪纳维亚人 在七国时代的背景下 其中仍然以丹麦人为主 除此之外还包括少部分挪威人 剧中对此在语言称谓上做区分 主要是为了体现这部分丹麦人 和格鲁姆那伙听话的丹麦人不一样 放着上帝你不信偏要信雷神 这阿尔弗雷德大帝能忍吗 至于诺森布里亚王国 阿尔弗雷德眼下并不着急 因为有人比他更急 那便是乌特雷德 说好的一路向北 乌特雷德不夺回贝班堡 事不罢休 他此时正和海林以及希尔德 三人快马加鞭的往诺森布里亚赶 然而命运偏偏再一次 把阿尔弗雷德和乌特雷德二人 紧紧绑定在了一起 阿尔弗雷德本想着把诺森布里亚先放一放 没成想上帝他老人家发话了 这让阿尔弗雷德不得不乖乖照搬 一位名叫德鲁的神父 此时远到前来威赛克斯 向阿尔弗雷德紧急求助 这个德鲁来自坎布兰郡 这里是不列颠人的居住地 且和萨克逊人以及丹麦人都是邻居 所以这一区域稍微有点什么风吹草动 坎布兰注定都得打起12分的精神 德鲁向阿尔弗雷德表示 我们已经受够了丹麦人一天到晚对我们的摧残 现在急需一位基督教的救主来解救我们于水火 您别误会 我不是说您 我说的这个救主是古斯雷德 至于为什么是古斯雷德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因为一位圣人给我们修道院院长托梦来着 点名道姓说非古斯雷德不可 只是现在有一个尴尬的问题 那就是古斯雷德被丹麦人掳走 成为了一名奴隶 您看您是不是能想想办法搭救一下他 那由谁来办这件事呢 想也知道定是乌特雷德 但是乌特雷德这会儿正直奔诺森布里亚而去 我们且看乌特雷德是如何与这件事纠缠到一起的 乌特雷德到达诺森布里亚的约克之后 发现这里先是被埃里克和齐格弗里德兄弟二人率领的丹麦人攻占了 但是这兄弟俩留下一部分人马之后 随即去往高地打苏格兰人去了 前脚刚走 后脚就被昂萨的百姓起义又夺了回来 基于乌特雷德在埃丁顿战役一战成名 自此他的名号响彻大江南北 所以当他抵达约克城之后 凭着自己的名字在这里有了极高的自由度 推开屋门定睛一筹 再度和老熟人贝奥卡神父喜相逢 所以救人的重任在此时自然而然地交到了乌特雷德手上 乌特雷德虽然答应了对方 但其中皆有着自己的考量 一来是把古斯雷德卖作奴隶的奴隶贩子 其头领为乌特雷德的死敌西亚尔坦 二来 倘若乌特雷德完成这项任务 将会有一笔丰厚的酬劳 再者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届时古斯雷德定然会帮助自己出兵 借以共同对抗西亚尔坦的军队 到时候自己大仇得报 岂不美哉 在抵达奴隶交易市场之后 乌特雷德等人成功救出了古斯雷德 他们凭借的战术是利用一路上保护钱财 不被打劫生人勿尽的一伙麻疯病人 现在又令其伪装成了亡灵骑士 这一套操作把对方着实吓得不轻 唯一令乌特雷德感到遗憾的是 仇家西亚尔坦并未在此出现 西亚尔坦此时的老巢 在诺森布里亚王国的杜伦 当时负责奴隶交易的头领 是西亚尔坦的儿子斯文 在斯文返回镇中向父亲汇报之后 西亚尔坦一听就知道 这是自己的倒霉孩子中计了 于是赶忙命令手下重速调查此事 而在事发当晚 虽然乌特雷德有机会杀掉斯文 但是最终却并未下手 一是因为救人要紧 二是倘若此时贸然动手 则势必开战 人数上几方处于绝对劣势 且又是一帮病患 纸老虎 战则必败无疑 此时在杜伦城中 消失了近一季的蒂拉也再度出现 蒂拉整日同猎狗生活在一起 闲暇之余 则被用作军中士兵的娱乐工具 斯文再一次来地牢劝降蒂拉 然而蒂拉刚硬地再次拒绝了他 并表示有朝一日定会首任对方 在救下古斯雷德之后 古斯雷德未表谢意及招揽人才 准备让乌特雷德任职军中统帅 兄弟俩此时的计划 是先返回坎布兰同家乡父老续旧 顺便完成加冕仪式 然后继续前往约克城新王上任 只是这刚一到坎布兰便发生了一件大事 子民们看到乌特雷德威风凛凛的阵势 对他崇拜的是无体投地 再加上修道院院长伊德雷德 又把他误认作国王古斯雷德 那不难想象 兄弟二人的关系 未来将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 再加上乌特雷德这个大情种 此时又认识了一位新的姑娘 吉塞拉 而吉塞拉又是古斯雷德的妹妹 所以有关乌特雷德的后续发展 想也知道定是骑虎难下 百般纠葛 不久之后 西亚尔坦很快便得到了消息 知道了乌特雷德的下落 于是他派了一小队自己的人马 前去坎波兰假意投靠新王古斯雷德 然后伺机做掉乌特雷德 结果乌特雷德凭借过硬的格斗技巧 以及同伴海林的帮助 对这伙丹麦人来了一手反杀 还顺便新收了一位名叫希特里克的小弟 这个希特里克早就听说过乌特雷德的故事 可谓是乌特雷德的小谜地 因为在他心中 乌特雷德是曾先后击杀 两任丹麦第一巴图鲁的圣战士 但是此举引得修道院院长伊德雷德大为不满 他认为乌特雷德给这伙丹麦人留了个活口 这其中定有自己的如意算盘 当古斯雷德集结了当地的领主和人马之后 乌特雷德便随军和众人前往约克 此时贝奥卡神父则动身 准备返回威赛克斯 临行前一再盯住乌特雷德万事小心 在去往约克城的路上 伊德雷德也对德鲁神父叮嘱道 给我务必盯好乌特雷德的一举一动 尤其是他跟基塞拉私会的时候 你必须确保届时你在现场 这德鲁一听心想 场外问题不大 但是场内怕是有些难度 而乌特雷德这时犯的大忌是 国王的妹妹那不只是一个女人 更是一枚重要的政治棋子 这般重要的角色 那指定不是给乌特雷德这种 连郡长都坐不时的人准备的 于是伊德雷德又多了一条 可以状告乌特雷德的罪状 在去往约克城的路上 乌特雷德等人也打探到了 埃里克和齐格弗里德兄弟俩的行踪 这时二人正因为丢了约克 而着急忙慌了往回赶 乌特雷德建议古斯雷德 趁机拿下对方 因为己方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 而古斯雷德这个时候 非但脑子不好使 各种情绪和脾气也上来了 他表示 他才是唯一化石人 咱们应该和对方和谈 而不是战斗 古斯雷德的计划是 约克城归我 但是也绝不会亏待你们兄弟俩 到时候咱们先联手做掉夏尔坦 届时他的要塞杜伦 就归你们兄弟俩了 于是双方握手言和 两支队伍共同开进了约克城 带到约克城这么一座 伊德雷德继续给乌特雷德上演药 他对国王说 这乌特雷德是个异教徒 这种人咱们是万万信不过的 而且他又这么受将士们爱戴 您就没想过自己的地位会受动摇 再加上咱们现在这些人手 到时候真跟西亚尔坦打起来 我怕国王您吃亏啊 所以咱们现在需要更多的士兵 而这些士兵必须得是坚定的基督徒 所以眼下老夫有一妙计 不知当讲不当讲 国王立刻达到 但说无妨 伊德雷德现在准备戒兵 那这些兵从哪来呢 正是乌特雷德的死对头 被颁保的篡位者 其叔叔埃尔弗利克 埃尔弗利克同意出兵 但是当然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乌特雷德的先美人头一颗 古斯雷德念及乌特雷德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此时本来内心挺犹豫的 但是架不住乌特雷德自己送啊 政治经验十分幼稚的乌特雷德 于一天找上国王对其说道 我希望和埃里克兄弟俩地位同等 哥好歹也是正统的被颁保继承人 大小是个正儿八经的领主 我本来是能够轻易地成为你的对手的 但是您才怎么着 我偏偏没那么做 我现在要求你与我签订和平协议 把你妹妹嫁给我 正是这番话 让国王古斯雷德彻底拿定了主意 他对乌特雷德说道 我据此正是将你视为我的对手 对我王位的威胁 而乌特雷德这会儿还以为 国王是自此高看了自己一眼 竟对对方回了句Thank you 第二天一早 还在睡梦中的乌特雷德和海林二人 被古斯雷德的侍卫给绑了 国王命令道 正是剥夺乌特雷德的自由 自此他将成为一名奴隶 古斯雷德还一并说道 哥对你也算人质易尽了 好歹你也不孤独 有海林陪着你 更何况哥也没杀你 对你够意思了 至此也即将迎来全剧罪虐剧情 希尔德眼见营救无方 于是快马驾便 火速赶往威赛克斯球员 就在众人泛男之际 神父贝奥卡置地有声地说道 我去救他 阿尔弗雷德问他 需要多久 贝奥卡说 需要多久就多久 耗尽一生又何妨 但是阿尔弗雷德此时心里 已经有了更合适的人选 那就是在威赛克斯当俘虏的 小拉格纳和布里达 有关乌特雷德为奴的这段经历 吃不饱穿不暖天天挨揍 这只是常态 奴隶主唯一的想法就是 拿这些奴隶当作划船的涌动机 更关键的是 乌特雷德现在在大海上飘着 救人这件事眼下根本无望 只得等来年春天船只靠岸补给时 方有一线生机 期间乌特雷德等人抵达冰岛后 虽然有过一次逃跑的机会 但怎奈此时的生理机能 根本没有条件 而乌特雷德心中仅有的信念 也随着海林的被虐致死 而彻底破灭 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奴隶 这时在寻找乌特雷德下落的 除了拉格纳等人 还有斯文 当斯文先一步在船只靠岸时 找到乌特雷德后 他望着眼前这位毫无生存欲望的 曾经最伟大的战士 正欲手起刀落杀之而后快之时 拉格纳等人率队赶到 及时救下了乌特雷德 而眼疾手快的斯文 则趁乱溜之大吉 此时远在威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大帝 正在着手缔造和麦西亚的同盟 他选择的方式是联姻 准备把自己的女儿 埃塞尔弗雷德 嫁给麦西亚新进任的国王 埃塞尔雷德 这其中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个是阿尔弗雷德的女儿 他自己知道 他在这场婚姻中扮演什么角色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是主动的为了父亲 选择自我牺牲 第二个则是关于 威塞克斯和麦西亚的关系 两者的关系 其实并不牢靠 因为当初把麦西亚一分为二 其中一部分 化为丹麦法区的始作俑者 正是阿尔弗雷德大帝本人 所以现在 他必须采取这种方式 来重新稳固 威塞克斯和麦西亚的关系 再看古斯雷德这边 当乌特雷德的叔叔 得知侄子没死 只是被卖作奴隶之后 他不乐意了 表示这简直是对自己的欺骗 于是表态 当初答应的借兵 现在不借了 埃里克兄弟俩一看这情况 既然少了一位重要的盟友 那咱还是各玩各的吧 于是当着古斯雷德的面 扬长而去 这一下子 古斯雷德傻眼了 这时老奸巨华的伊德雷德 向国王献策 咱不是还有您妹妹呢吗 把他嫁给埃尔弗利克 再给他火上浇油 告诉他说 这妹子本是乌特雷德的女人 这埃尔弗利克 指定就又跟咱们重归约好了 对此早有预判的基塞拉 则立刻出城逃跑 现在藏匿于一家修道院之中 然而伊德雷德还是派人 查到了基塞拉的下落 他命令埃尔弗利克的神父 充当代理人 即刻和基塞拉完成婚礼一事 就在此时 已从希尔德口中 得知基塞拉下落的 乌特雷德一行人拍马赶到 自己心爱的女人 本来乌特雷德对伊德雷德 并未起杀心 但是对方口中 一而再再而三地 对基塞拉口出污秽 乌特雷德果断掏出匕首 结果了对方性命 在这之后 乌特雷德回到了 他曾经最熟悉的地方 也是目前唯一的容身之所 威塞克斯 当乌特雷德问起 阿尔弗利德为什么会救自己时 阿尔弗利德说道 首先我有这个能力 其次是因为你值得 阿尔弗利德命乌特雷德 再次宣誓为自己效力 乌特雷德表示 自己是个自由人 不想效忠宣誓任何人 但是阿尔弗利德则说 拉格纳奉我的命令去救你 而你却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杀了伊德雷德 那岂不是拉格纳和我都有罪 你要是不给我干活 那我就只好处死拉格纳 于是 乌特雷德只得答应了对方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疗养之后 乌特雷德再次恢复了精气神 抽空又和基塞拉 操练起了玉女心经 之后还在神父贝奥卡的见证下 和对方举行了极简婚礼仪式 拉格纳等人也再次恢复了自由身 阿尔弗利德下一步的动作 是团结诺森布里亚王国 派乌特雷德率队前去约克城 支援古斯雷德 用以联合对方 共同对抗埃里克兄弟俩的丹麦人 且一再叮嘱乌特雷德 牢骚太盛防长断 风物长一意放眼凉 古斯雷德万万杀不得 阿尔弗利德一并派遣 侄子埃塞尔沃尔德随军 用以充当自己的眼线 顺便盯好乌特雷德的一举一动 阿尔弗利德深知乌特雷德 打心底里惦记着贝班宝 乌特雷德现在之所以肯奉命执行任务 无非是想着干掉埃里克兄弟后 以此向古斯雷德邀功借兵 之后便可一举端掉贝班宝和杜伦 届时保不齐再来一招佣兵自重 如果到时候乌特雷德胃口大开 甚至对整个诺森布里亚王国 都有觊觎之心 那咱也不怕 因为阿尔弗利德早已受益自己的禁卫军统领 史迪亚帕 一旦发现乌特雷德有二心 便可立即出职 乌特雷德本该率队静止前往约克 但他们却首先来到了洛伊迪斯 也就是今天的利兹 因为拉格纳的旧部 此时由布里达率领 双方约定在此地会合 拉格纳和乌特雷德的终极目标 是干掉位于杜伦的西亚尔坦 只是在此之前 他们不得不先解决掉埃里克兄弟 以此方可联合古斯雷德的军队 不然单从人数上来说 仅靠自己这点兵力 是干不过西亚尔坦的 所有的一切 均在阿尔弗利德的预料之中 同样猜到这一战局的 还有西亚尔坦本人 在前去解决埃里克兄弟时 乌特雷德阵中四大高手 均在场 且个顶个的都是万人敌 那想不赢是很难的 更何况 他们选择的方式还是偷袭 拉格纳 史迪亚帕和乌特雷德 这三人我们都已知晓 其中这个非难是乌特雷德 曾经的奴友 同样身手不凡 现在可以视为代替海林的角色 乌特雷德砍下了 齐格弗里德的一只手 并以他为人质 和埃里克约定好 令这伙丹麦人 离开诺森布里亚 且永不再来 这样便可放弃 齐格弗里德一条生路 埃里克答应了 乌特雷德的条件 所有的一切 均按照最初的计划 完美进行 随后乌特雷德等人 静止进入了约克城 他也没有跟古斯雷德多废话 而是直接向对方要求戒兵 古斯雷德此刻见到乌特雷德 宛如亲眼见证天神下凡 他的boss纵使再多 也绝不敢跟乌特雷德 说一个不字 但是此时又有一件麻烦事 那就是倘若攻下杜伦 这座城应该归谁 乌特雷德认为应该给拉格纳 布里达表示 俺也一样 而拉格纳则说 自己只想杀死西埃尔坦 其他的他不在乎 但是这番话埃塞尔沃尔德和史迪亚帕克就听进去了 毕竟他们代表了阿尔弗雷德 埃塞尔沃尔德对乌特雷德说 阿尔弗雷德的目的是想要 拥立古斯雷德为诺森布里亚全境之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你当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呢 且一再提醒乌特雷德不要乱来 幸好此时古斯雷德想通了 他尝试着向乌特雷德表明了自己曾经对乌特雷德的恐惧 并表示自己将给阿尔弗雷德去信 告诉大帝你们去打杜伦乃是奉了我的命令 我若不才均可自取 有了这些话作备出 乌特雷德等人那就大大方方的率队被罚了 这场战役便是发生于880年的英格兰历史上的邓霍姆战役 最终的结果自然是以乌特雷德一方取胜而告终 蹦得了一记绊的西埃尔潭也在此刻终于死在了拉格纳的剑下 蒂拉获救后 则让陪伴着自己生活多年的猎狗群 对斯文来了一场终极虐杀 只是他并未同哥哥拉格纳继续留守在杜伦 而是选择接过神父贝奥卡伸出的元首 希望在上帝的帮助下重获新生 两位哥哥所有这一切充满安慰性的救援 对他而言来的实在是太迟了 三年后地点来到了达切特 这里位于麦西亚和威塞克斯的交界 这时不难看出阿尔弗雷德准备对麦西亚正式开刀了 倒也不能说想霸占人家麦西亚的地盘 而是有一伙维京人前来滋事 这作为一方之长的阿尔弗雷德岂能坐视不理 更何况乌特雷德现在正式晋升为领主 其领地正是达切特的所在地伯克郡 所以诸位已然明白阿尔弗雷德把乌特雷德安排在此 到底意欲何为了 此时的乌特雷德和吉塞拉二人婚后生活幸福甜蜜 且育有一儿一女 但是随着一天 埃塞沃尔德的造访打破了既有的瓶颈 阿尔弗雷德的这个侄子向来不是省油的灯 他谎称有一天闲着没事瞎溜达 溜达到了麦西亚王国的丹麦法区 还听到了一位亡灵开口说话 这位亡灵表示 埃塞沃尔德将接替阿尔弗雷德成为威塞克斯的国王 而乌特雷德则会成为麦西亚的国王 前脚刚把埃塞沃尔德送走 三年未见的老伙计埃利克也找上了门来 也向乌特雷德表示 改天会邀请他一道前往麦西亚 一同见证死者的复活演讲 毕竟乌特雷德是天选之人 倘若你真在麦西亚成王 哥们儿定会助你一臂之力 而消停了许久的东安哥利亚王国 这会儿也不安生了 这里的丹麦人现在越来越不满 归顺阿尔弗雷德的格鲁姆 所以各种造反和姿势 丹麦人希望他们能有一位 更能代表丹麦人利益的首领 正比如已经休养生息多年 队伍日渐壮大的埃里克兄弟俩 埃里克兄弟二人此番卷土归来 非但团结了东安哥利亚的丹麦人 还就手领着大家伙把伦敦给抢了 眼瞅东安哥利亚局势不稳 阿尔弗雷德派遣了一位神父 名曰皮耶利格 前往东安哥利亚 继续给大家伙讲讲上帝的故事 而乌特雷德此时决定 和埃塞尔沃尔德一道 前往麦西亚丹麦法区 准备亲眼看看死人 是如何开口说话的 虽然确实有一位长者从地底下破土而出钻了出来 指着乌特雷德的鼻子 说了一番他将称王的壮举 但怎奈这一招乌特雷德自己也用过 装神弄鬼这一套是骗不了无神论者乌特雷德的 鉴于此情此景 乌特雷德准备给他来手将计就计 就在各方势力紧锣密鼓谋划之际 一小一大两场婚礼也在如期举行 小的这场来自神父贝奥卡和蒂拉 大的这场是埃塞尔弗莱德和埃塞尔雷德 在大型婚礼现场 埃塞尔雷德亦欲羞辱一番曾经羞辱过自己的乌特雷德 好在埃塞尔弗莱德替其解了威 但之后的洞房之夜上就哭了这位可怜的姑娘 埃塞尔雷德把怒火全部发泄在了媳妇的身上 此时埃塞尔雷德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他所希望的是局势越乱越好 只有丹麦人和昂萨人打起来 那么自己才有希望将阿尔弗莱德取而代之 而阿尔弗莱德当然不傻 他当然希望能尽一切可能稳定住现在的局势 至少和埃塞尔雷德面子上过得去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提防乌特雷德 他现已知晓乌特雷德擅自私闯丹麦区 保不齐时准备联合丹麦人革自己的命 即使奥达百般劝诫他论计不论心 但阿尔弗莱德仍然对此高度警惕 而埃里克兄弟俩装神弄鬼的计划 当然是为了把威塞克斯和麦西亚分而机之 乌特雷德在这两兄弟眼中正是左右这场战争的关键所在 此时的伦敦城已由埃里克和齐格弗里德兄弟二人接管 此时的时间节点是884年 伦敦在这时是麦西亚王国的一座富饶的城市 所以知道伦敦陷落的阿尔弗莱德 为了巩固其和麦西亚王国的盟友关系 当即派遣乌特雷德随埃塞尔雷德一道前往伦敦 到达伦敦之后 乌特雷德见到了此前被阿尔弗莱德派来的神父皮埃利格 好巧不巧现在这伙丹麦人正在给一伙神父排队钉钉子 乌特雷德知道皮埃利格军律出身 所以他假意表示想给大家找点乐子 不如让神父和丹麦勇士来一场决斗吧 齐格弗里德欣然应允 甚至表示这神父要能赢 我还真就还你自由了 结果不成想 皮埃利格早年手持圣经前拿的可是箭 随意捂了三两下还真就赢了 这把在场的丹麦人全看懵了 救完人之后 接下来就该谈正事了 乌特雷德问对方 打算要多少钱才肯撤出伦敦 齐格弗里德则给了他一个 无论如何都不得不拒绝的价码 待回到威塞克斯向阿尔弗雷德禀报之后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只好开打 只是由于线下对乌特雷德的怀疑 阿尔弗雷德任命埃塞尔雷德为统帅 战斗方案也采纳埃塞尔雷德的部署 那结果可想而知 惨败 就在威塞克斯和麦西亚联军合攻伦敦之际 埃里克和齐格弗里德率队 抄了对方营地 来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埃塞尔弗雷德 亦被丹麦人掳走 埃塞尔雷德这一下子就慌了神了 少个媳妇 他肯定是不担心的 但刚当上统帅 就把国王的女儿弄丢了 这他无论如何也是难辞其咎 他的谋士为其献策道 到时候你就跟阿尔弗雷德说 营地的具体位置怎么会暴露呢 这定然是乌特雷德谢的秘啊 而更为讽刺的是 乌特雷德此刻谎称回家 坐别了各位 实际上偷摸领着自己的人马 前去打探公主的下落了 因为他有预感 埃里克兄弟俩先既已撤出伦敦 那定然是返回了东安哥利亚的本弗利特 在又一次的闲人会议上 乌特雷德表示 自己已收到可靠消息 证实了公主还活着 而对方打算凭着公主这张牌 索要天价赎金 阿尔弗雷德听话也沉不住气了 表示不管出多少钱都得救女儿 并且要求赎金 由麦西亚和威塞克斯双方共同承担 那麦西亚的各位领主自然是不乐意了 双方的矛盾在此继续激化 眼下为了向丹麦人求和 现在威塞克斯派出乌特雷德 麦西亚则由国王埃塞尔雷德亲自出马 双方阵中各派一人前去谈判 在前去谈判的路上 埃塞尔雷德的谋士又出招了 他对国王说 您可要想好 无论埃塞尔弗雷德是否获救 届时咱都免不了一战 但是您要想好 到时候您希望面对的对手是谁 钱咱们可以出 但是价码绝对不能对咱们的发展壮大构成威胁 等到了谈判现场 埃塞尔雷德当着所有人的面说道 一百磅银子 这就是我能接受的极限 不然这媳妇我就不要了 在场众人听吧 面面相去 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应对 待丹麦人缓过神来之后 直接一拳给他干趴下了 边打边骂 叫你搞笑 叫你搞笑 之后把他八光扔进了猪圈 这关键时刻还是得听乌特雷德的 随后齐格弗里德和乌特雷德谈好了金额 三千磅银子 外加一千磅金子 但是紧接着 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变数发生了 乌特雷德从埃里克的眼神和言语中发现 这位人凶竟然爱上了埃塞尔弗莱德 待随后亲自找上公主之后 公主告诉乌特雷德 他和埃里克二人是真爱 自己多日以来未受半点委屈 皆是由于埃里克明里暗里的多重保护 公主还一再请求乌特雷德别交赎金 而是想办法帮助他和埃里克私奔 只有这样才是对威塞克斯和麦西亚两国 以及自己的个人幸福最好的处理方式 这一下子轮到乌特雷德猛了 待回到威塞克斯复命后 阿尔弗莱德发现国库所剩无几 于是决定向百姓征收财物用以赎人 此举使得奥达极为不满 他不止一次的对此提出异议 阿尔弗莱德旧女心切 免去了奥达之职 命其告老还乡 然而殊不知 奥达明面上答应退休 实则准备到自己的领地德文郡招募民兵 准备跟丹麦人来一场硬碰硬 并对跟在一旁的神父皮利格说道 总之你回去告诉国王 倘若他看到我们开战 愿意来就来 不愿意就随他 我所做的一切不是反叛 恰恰是为国王而战 乌特雷德其实早先也知道了奥达的打算 并一再劝劫对方不要冲动 但实在拿不出有力的说辞来 因为他这会儿也在忙着偷摸搞小动作 他办的这件事实在是没法跟任何人讲 他跟奥达的操作一样 也是明面上答应阿尔弗莱德交赎金换人 但实则背地里准备帮公主和埃里克斯奔 乌特雷德按照密信中和埃里克约好的行动计划 跟对方碰头后 发现又生变数了 毕竟大家伙都不是傻子 丹麦军中所有人都看出来埃里克对公主有意思了 公主现在对丹麦人而言 就是实打实的金银财宝 有了财富之后 自己则可以继续招兵买马 壮大队伍 现在绝不可能让这笔巨款就这么飞走 于是把公主锁在笼子里 直接吊在了大厅正中 这样任谁都救不走他 如此一来没法智取了 只得应来 而另一面 收到皮利格消息的阿尔菲雷德 现在也星夜兼程率军出发了 他的目的倒不是为了去钢丹麦人 而是想方设法赶上奥达截停其队伍 生怕各种有什么差池 搞丢了女儿的性命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我们发现最能解决问题的 已经不是什么招数计谋了 所有人在此刻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干 那咱们直接说结果 埃里克和奇格弗里德兄弟俩率先开打 因为一个女人 亲兄弟此刻反目成仇 埃里克死在了奇格弗里德的剑下 而慌乱中 乌特雷德成功救下公主 并在阿尔菲雷德截停奥达之际 带着公主赶到了众人面前 奇格弗里德率队 静止朝着乌特雷德追了过来 眼见女儿获救后 阿尔菲雷德立刻改变了原有计划 人我既然有了 那钱是万万不可能给你的 于是和奥达合兵一处 联手歼灭了奇格弗里德一军 阿尔菲雷德的史观 虽然不会记录是奥达在这次战役中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但在乌特雷德的心里 他是奥达为此番战斗的真正英雄 纵使奥达最终以叛国罪被阿尔菲雷德赐死 但也依旧无法抹杀他对威塞克斯的贡献 故事的最后 公主再次回到了埃塞尔雷德身边 临行前他对乌特雷德说道 埃里克其实还活着 非但只是自己的心理 更有可能是自己的负重 如果马尔根质找过的 感谢观看